什麼羊的心態 農夫捉了一隻羊 要牠的羊好 捉了一隻牛 要牠的牛奶 但是做創業者 如果你能夠將自己變成一個豬的心態 農夫捉了一隻豬 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要牠的豬皮 要牠的豬腩肉 所以牠是為了一條命而跑 不能被農夫捉到 所以當時創業一直抱著羊的心態 只有一個不行 那當然不行 或者問我哥 我哥就跟我說 鹿角最漂亮 但害死牠的可能是鹿角 反而是對腳的時候 就逃出新天 所以如果創業的路途上 因為有隻獅子想吃隻鹿 那獅子想吃隻鹿 鹿一跑跳過大石 鹿角會擊死隻鹿 所以如果你要生存 跳過難關 你要將鹿角放下 那一刻我就明白 對 過去幾年的時候 我一路背著鹿角 一路覺得自己是投資銀行 一路覺得自己是華爾街 投資銀行 又或者是甚麼師傅 甚麼師傅 甚麼資銀行 始終會覺得自己有個榮譽感 在那一刻 故事之後 我就決定 我再不是剛才說 甚麼資銀行 甚麼社會 全部不看 不再看 重心地把自己變成一隻豬 那時候 豬力就發出來了 那一刻 你們發覺 所有身邊的資源 親戚朋友 同事 所有東西都會背後你 支持你 就馬上我們公司的獎項也好 營業也好 利源也好 全部都交換成 就離開了